女性在排卵期到月经期间体温升高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这个时期身体的黄体激素会分力大大增加,并且则工会开始排出蓝色,就会让女性的温度大大升高。 正常的排卵期时间,女性的基础体温是从排卵日开始计算的,有低温期和高温期两条体温去线,一般来说,女性的体温都会超过36.9摄氏度,这是属于爬坡式温度,因为女性体内黄气产真的过满或者是不足,要准确清除自己的排卵期,有助于其高受任的可能性,并且能要选择正确的时机。 同时,要知道自己的月经周期,才知道排卵期是什么时候,一般来说,每个人的月经周期都是有规律的,可以在日历上做记录。 从月经来的第一天开始,计算到下次来月经的第一天是多少,这个时间就是子宫排卵的时期,排卵期同胞是可以大大增加受孕的可能性,排卵期在来月经的14天之前。 假如大家月经周期是28天,那么排卵期就从28天的第14天开始算起,如果说没有准确的月经周期的话,那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决定排卵期。 第一个方法,测体温,排卵期开始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体温略略的变高,可以在每天起床之前量好自己的体温,并且做好去线表。 这样坚持记录几个月以后,就可以清楚地预测到自己的排卵期。 大多数的女星在排卵期之后的24小时至48小时之内,体温会升高0.5摄氏度。 第二个方法,使用排卵测试器。 这个方法比较难贵,但也更加的准确。 如果精气调点允许的话,可以排用。 这种测试方法是通过测量妙液中黄体激素的浓度来预测排卵期的具体时间。 如果说黄体激素浓度升高,就预示着自公开释排卵。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尾气气牛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